天一放晴 姚贵文就把竹笔搬到天台上 这些豆腐球 是他和妻子几天的劳动成果 有些豆腐已经略显微黄 但这种程度的改变远远不够 姚贵文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 干瘪坚硬以及黑褐色的表皮 才是成熟的标志 这种变化来自于自然发酵 王翠华用小块的纱布 把不成形的嫩豆腐紧紧包裹起来 挤压出水分后 豆腐才会成形 如果不抓紧时间 新鲜的豆腐很快就会变松 这意味着它必须包得飞快 并且没有时间休息 一盆烧得恰到好处的炭火 是姚贵文下午工作的关键 位于云南洪河地区的建水古城 古城临安 在一千两百年间 一度是中国西南的重镇 如今 时间已经让炫目的荣耀褪色 和云南的许多小城一样 建水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 各种文化的掺杂 形成了特有的氛围和格局 炭火的热力 让坚硬的豆腐迅速膨胀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发酵的面团 建水人很会享用这种 由风干和发酵打造出的特殊味道 蘸豆腐的调料各有不同 但是对姚贵文来说 豆腐本身的质地才是最重要的 河谷地区的温暖 很容易让豆腐发酵 而适度的干燥 要让它们不至于腐败 对于风 水 阳光 和豆腐之间的微妙关系 姚贵文比任何人都要敏感 这里是建水最著名的大阪景 在水景旁 与人们单靠手指的合作 就构建起一条豆腐的流水线 做豆腐的各个环节 都和水密不可分 拥有128口水井的建水人 很懂得水 拥有128口水井的建水人 在水平中的中心里 也有201口水里 是在水平中的摇拥有15分之后 是在水平中的打率 也有15分之后 那些水平中的地位 水平中的地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用这种方法技术 买卖双方十分默契 30年来 姚贵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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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诞生到新生 一路走过两千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